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冰岛的黄金圈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线路之一 黄金圈是一条300公里的环路 游客可以游览冰岛一些最迷人的自然景观 包括间歇拳、瀑布和国家公园 以下是黄金圈的一些重要活动 参观新格维利尔国家公园 新格维利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也是冰岛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地标之一 该公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Ossing的所在地 它成立于公园930年 游客还可以探索公园美丽的列谷 该列谷由卑美和欧亚板块分离形成 参观盖歇尔温泉区 盖歇尔温泉区位于豪卡达罗尔山谷 拥有数个间歇拳 包括著名的斯特罗库尔间歇拳 每5到10分钟喷发一次 游客还可以探索该地区的许多温泉 泥盆和喷气孔 参观古佛斯瀑布 古佛斯瀑布是冰岛最著名的瀑布之一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瀑布由赫维塔河 R-river注入 从32米高处落入狭窄的峡谷 形成壮观的雾矮和彩虹 探索Caret Crater Caret Crater是位于冰岛 Grimson's地区的火山口湖 火山口宽约270米 深55米 充满了明亮的蓝绿色海水 游客可以绕着火山口边缘走走 或下到湖边近距离观察 在秘密泄湖中放松 秘密泄湖是位于 弗鲁迪尔小镇的天然温泉 温泉由附近的地热发电厂供应 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自然风光 游客可以浸泡在 富含矿物质的温暖水中 同时欣赏周围乡村的景色 参观Faxi瀑布 Faxi瀑布较小 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位于河上 瀑布从80米高处 落入一个宽阔宁静的水潭 游客可以在观景台上 近距离接触瀑布 参观大教堂 大教堂是冰岛历史最悠久 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之一 大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 一直是冰岛主教的所在地 游客可以探索大教堂的历史建筑 了解它在冰岛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骑马 冰岛以其强壮和耐寒的马匹而闻名 黄金圈地区有几个马厩 提供穿越乡村的骑马之旅 游客可以骑车穿过熔岩区 穿越河流 并欣赏冰岛自然美景的壮丽景色 黄金圈是任何到访冰岛的人的必游之地 从历史地标到自然奇观 在这条令人惊叹的路线上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